切成8块好了,那怎么再来切 可是你想说,哇,老师那很麻烦,每次从这边又要3D作业又要什么的,又要什么切割 那很麻烦,那我教过各位怎么样,如果说以后你希望这个指令直接就在工具列上面的话 而且呢,应该最好是放在跟,我看是放在这个会比较,跟这些放一起会比较好 就放在那个硕形这边好了,移动旁边这边好了 OK,或者放这个,这个是实体编辑 假设我今天希望好了,放在那个3D阵列的隔壁,那怎么做呢 还记得吧,按右键 有没有,工具列就跳出来,然后呢,往下 找到什么呢,置定 置定之后的话呢,再来我们找到那个叫切割的指令 如果你把切割指令找到之后的话呢,再把它按钮,按住,移到外面来 这个按钮呢,就会跑到外面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找一下 这个地方找到那个,应该是哪一个指令呢 应该是在 修改 修改里面什么 有没有切割,有没有看到,切割,找到了没有,切割,切段 往下找一下 切割,切 切 切割 切断 切断,这个跟 那个 刚刚的指令没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来用查询的 你打中文会出现,可是你会发现,我输入指令 打个slice好像居然没出现 你打切割出来嘛,你就把它搬到外面来就好了 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点住它不要放,拖拉出来就好了 如果你将来不常用了,你可以再把按住不要放 拖拉回来 它就又消失了 按住有没有 移到里面来 就删除 就删除 丢出去就是按住不要放 放开 这样就有切割了 OK,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切割指令 就会出现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 其实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储存 所以舍弃掉就好了 按钮就出来了 所以以后呢,如果有些指令你常用 可是 不在那个按钮上面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自己加上去 那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很容易 那切割的话呢,接下来要切这边 按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一样 从这个的终点移到这边的四分点 其实两点就好了 两点,然后看你要不要点第三点 如果你给第三点,那特别注意呢 如果你直接按空白键,它两边都保留 可是呢,它底下有一段话说 所在所需要的边上指定一点 然后呢 保留是两边保留 可是如果说你有一边不要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你可以点其中一边 点这一边 点其中一边的话 它可以 只保留某一边 比如说你 这边 假如要 再切一次好了 切 然后选它 空白键 这一点 然后到它的这个终点好了 然后 我们这边有一个两边保留是预设的 如果 在所需要的一点 那如果我把它这一点 点下去 你会发现没有 如果你要保留的 你留下来 就是在点 这边这个 实体的某一点 它就会帮你把这边保留 OK 那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边也是一样 好吧,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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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